3月31 胡錫進在微博回覆網友提問 如果解放台灣 你和你的家人會不會上戰場呀? 胡錫進說 胡錫進的回覆野鬧網友 紛紛留言 胡已經說得很明白 胡作非為 老胡又說謊了 一個內黑鞋都搞不定 其他更加不用說 癡人講夢說 顛倒黑白 恬不知此 就好像行夜路 哼哼咫咫的給自己壯膽 心裡沒鬼你怕什麼 21世紀的世界 不是又你亂來 習近平所依國內的矛盾 但是老百姓那個夜光是雪亮的 他現在帶著社政黨 科家這個社政黨的水平 真的低到可憐的程度 還有網友留言 老胡這次又喝了幾根茅台呀 如果這個打仗 只是為了轉移社會矛盾焦點 為了實現誰人的千秋大葉 真是沒有必要 2020年的大選結果 不是已經告訴你真實民意是怎樣了嗎? 何必自欺欺人 另外 有大陸網友表示 希望台灣能夠解放大陸 拯救大陸老百姓 好得多呀 大陸老百姓生活在水落火車之中 我們希望台灣減化了大陸